现在来为您介绍小孩到家刷卡记录系统LAB吧 首先,先登录IFTT 搜寻Widehooks 点进去之后选择中间的栏框框 输入世界名称Home 点击DAD 再来搜寻Google Seeds 点选之后按左边的栏框框 将试算表的档名改为回家刷卡记录档 再来是设定试算表要放置的资料夹 命名为IFTTT 命名完后点击下方按钮 点击Continue 再来点击Finish 接下来我们要取得IFTTT的STTP请求网址 请按下方的图示 点击右下方的Documentation按钮 将这里改成所设定的世界名称Home 再来将完整的STTP网址请求网址复制下来 事后写程式会用到 现在让我们来看程式码吧 首先 先汇入需要的模组 连接WiFi网路 记得设定成电脑所连的WiFi名称及密码 建立RFID物件 搜寻卡片之前先关闭LED 再来直接搜寻RFID卡片 当找到卡片后 便读取卡号 读到卡号后点亮LED RFID的卡号共有4码 因为二进位格式的数值无法正常显示在荧幕上 所以我们将二进位格式的卡号转为16进位的字串 连接IFTTT服务以便将卡号传送到Google的试算表 而这型网址就是刚刚所复制的 这里只离时暂停一下 避免LED太快熄灭看不到 现在让我们看成果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